驾 另一边女外男装的云曼月 骑着马跟他 走了 等我 等圣山的事情解决之后 我们就能真正的过上安稳的生活 夜晚 公子 大雪封山 此时想要去往圣山南上迦南 何况大漠军队还在边境侵扰 雪停了之后 准备一匹快马 公子 这时候离开并不稳妥 不如再等上一段时间 夜晚 边境的客栈 躺在床上要入睡的云南月 听到了一声响声 他谨慎的起身 大亮着闯入房间的一道黑影 我下留人 是你 是我 除了我之外还能是谁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 自然是来找你的 咱们 打个商量呗 能不能把剑拿走 我没安全感 忽言烈不敢动 他生怕云南月下一秒 将他给咔嚓了 我发誓 我真的是来找小娘子的 而且为了小娘子的安全着想 这一路上 我已经除掉了不少跟在你后边的尾巴 若不是我的话 小娘子 你也不能如此顺利抵达叶北国的边境 看在我没有功劳有苦劳的份上 你先别少我呗 至少听听我的合作意见 合作意见 对 我是来找小娘子谈合作的 某人贼兮兮 打算拿美色迷惑云南月 但是失败了 我虽然不知道 你离开叶北国要做什么 但瞧那么多人跟在你身后 应该是关于宝藏的事 这样 咱们合作 我这边出人出力 无条件地配合你所有的命令 到时候找到宝藏 我只要宝藏的十分之一 啊不 晕晨一脚也是可以的 你很聪明啊 好 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去往何处 但在此之前 你需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处 没问题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如实回答